這幾年其實韓劇很流行 就是其實像這種就是 比較單眼皮 或者是內雙的這種女明星 她們都不會很刻意的 把眼睛畫得很大 然後她就是在眼睛下面 加一點點眼線 然後像這位女明星她也是 她也是有點內雙單眼皮 可是她畫起來就是 她強調在眼睛下面 像我們剛剛的那個彥婷這樣 就是畫一點彩色的眼線 在眼睛下面 所以就是其實像這幾年 如果說你想要讓自己看起來 比較時尚流行度的話 就是不要刻意的 把單眼皮畫成雙眼皮 剛剛趙婷她就會有這個 就是眼皮會很容易出油的困擾 如果說像你自己的這個眼皮 很容易出油 其實會有兩種方式可以改善 就是你在擦保養 就不要擦在上眼皮眼霜 那會很乾 不會 因為其實你皮膚 容易出油的人 就不會有那個 真的嗎 因為它很會分泌那個油脂 所以你的這個眼皮上面 就不要上眼霜 最近也有這個困擾 就是我的眼霜都很油很油 可是以前都OK 有一天早上不知道為什麼 就是變成說 我覺得我的眼霜上太滋潤 我的眼線液怎麼畫都畫不平 就是怎麼畫都一直 它一直會缺動 因為會有一點油脂 好像是太油了 對 如果說你的眼皮比較乾 然後你又不擦眼霜的話 你就可以用這種 這個就是眼皮的底膏 就是你要畫眼影之前 你就可以先上一點點這個 對 這個就可以取代你眼霜的產品 如果說你的眼皮真的很乾 就是你的眼影都上不上去的話 你就可以先用眼影膏來打底 那我們上完底膏之後 我們就可以選擇這個 一點點的咖啡色 就是這個有一點棕色的大地色 上在這個 就是靠近睫毛的根部的地方 我覺得單眼皮的眼皮 很適合大片亂畫 那你們雙眼皮的 難道不是這樣嗎 我不行 為什麼 我如果像他們大片的 畫我的雙眼皮 會很艷 對 所以我的眼線液就是 其實就像一點點一點點 我塗太多就會很艷 對 所以其實像剛剛我們有講 就是說像今年很流行 這種就是亮色的眼影 就很適合單眼皮的女生 對 像今年很流行這種亮色的眼影 我就可以幫他上一點點 這種就是爆染色 像這個就是雙眼皮的女生 不敢畫的顏色 單眼皮很有個性 我是喜歡單眼皮的女生 那你太太是 但是在是我太太之後 我就開始喜歡雙眼皮 大家都是說一說而已 這樣子 所以他只要畫在上面 對 就是我們剛剛畫的 對 張開來延伸 他張開就不會 也不會覺得很痛的感覺 像我們剛剛有講到就是說 像今年很流行這種彩色的眼線 那我們就是在他的這個 眼睛下面有幫他畫這個紫色的 就是帶有一點紫色 藍色 有紫色 棒嗎 真的 好像又大雨 真的嗎 我不行 這些顏色我都不敢 就是自己喜歡的顏色 放到自己的臉上 會感覺很奇怪 但是他這樣畫起來看又 滿棒的 滿自然的 那我們就是剛剛眼線的地方 我們在用這個眼影 稍微的把它 稍微做一點點暈開 讓它線條不會這麼明顯 剛剛用紫色的眼線 畫了下眼線之後 我們想要讓它這個 上面的這個眼線更明顯一點 我們就用眼線液 什麼顏色 我們就可以幫它選黑色的 對 那一樣就是我們剛剛有教到 就是說我們可以用這個側邊 它這個線就比較不會 歪氣扭霸的 然後其實像我們在畫眼線液 因為它的這個筆尖 都會比較軟一點 那你在畫這個內眼線的時候 你的睫毛就很容易會卡住 那你就可以用一支眼線刷 然後你就可以沾一點點的眼線液 你就可以用這個眼線液 沾這個眼線刷 這樣 為什麼他們發明一個 全部都可以用 然後就是這樣 對啊 好想知道 不懂 我們就可以把它 把這個睫毛的內眼線 把它補起來 專業就是什麼 好 高小 專業的特色就是慢 就是慢 不細 Dieter 仔細 就我們畫了三十幾天的妝 15分鐘就畫好 還有弄好頭髮跟兼開車 這15分鐘的過程 這才是真正的 而且是手牌 還順便買早餐 去這邊一次搞定 老師好淡定 我們再稍微的 幫他把睫毛稍微刷一下 那是刷什麼顏色 黑色的 好的 原來是黑色的 那我也是滿討厭表演 要畫眼線的 對 那我比較學會 我也會癢 也會刺激的 算了 你就當你的實力派 你這樣畫 That's right 戴個流行就上了 Yeah 我們看一下 是很夏天的感覺 這邊的話就是 比較韓風一點 就是現在比較流行的 這種畫法 這邊其實也是漂亮的 那就是看你如何做全 這樣 沒想到亮色的眼影眼線 用在單眼皮女孩眼睛上 完全沒有違和感 時尚味十足喔